嘿 各位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追风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来跟朋友们做一下 我对目前在美国加州 Santa Monica那边的治安 越来越不好的一些看法 因为最近呢 加州的新闻就不断啊 从洛杉矶再到旧金山 然后直到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加州的海滨小镇叫Santa Monica 这个这期也是油管上的一个节目 我拿出来做分享 然后呢 他就采访了 主持人就采访 那个男士呢 他是在加州做房地产的 所以在这个Santa Monica地区呢 也有很多的产业 所以他也是被受到影响的一个人群 所以这里呢 是刚刚视频里面就说的 哎呀 这个现在加州啊 就是到处大家吸毒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流浪汉吸毒 然后呢 也导致了 有每天呢 有很多的各种案件 导致一些居民的上下班啊 都觉得不安全 散步呢 也不安全 Santa Monica很多市民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即使是他们要去 就影响到他们生活了 他们去商店买东西啊 他们去那个出去散步啊 去一些正常的生活啊 都受到影响 你都要买东西都要去看 我是什么时候去买 某些时段我肯定要避免 因为就马路上去 真的是觉得不安全 尤其我觉得应该是晚上的时候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 就是Santa Monica 在那边的一些企业主 你看这个商店的门口啊 都贴着这个很大的一个横幅 上面写着 Santa Monica is not safe Santa Monica不安全啊 作为一个在加州啊 拥有这么多产业的一个 做房地产的人来说 你看他们这个 这么多商铺啊 就全部就空置了 所以刚刚那个Santa Monica not safe 不安全的那个标语 贴出来的就是他们这些企业主 还加上有大概5000个市民 一起参与的这样一个组织 把它放上去 你看导致这么多的商铺 都是空着的 就他的商铺的这个玻璃门啊 都被人砸了 刚刚说的就是 有一些私营业主 是对他们贴这个标语 是反对的 因为觉得这样贴上去呢 会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意 但是他觉得 他和其他这个组织 很多的参与的人员 都觉得就应该贴出来 这样的标语 让这个城市的市长啊 之类都引起注意了 就这样 必须做出一些行动 就关键就是 你就看这个地区 它不光是无家可归的人 坐在马路边上 对大家觉得是没什么危害 就他们在那边就当众吸毒 就这个影响是非常的不好 而且吸了毒之后的人的 这个精神状态 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 非常在自己空想当中的一些行为 或者一些暴力行为 可能会涉及对路人的一些威胁 一些生命的威胁和财产的威胁 你都不知道 他就说这城市都 City is not listening to them 就城市都不听他们的 他们就在一直在反应 但没有人来听 你就看啊 他就说 我们是跟上面的市里的人反应了 但是就没有人来 市里的人就基本上几个月就没来过 直到他给他们看了一些 他拍下来的录像 照片给他们看了 那么才引起他们的一些注意 因为他们这群人他根本就不来 根本就不到这个市民居住的 这个海滨的地方公园来看 他都不知道 可能就是不想知道 有枪支的人都会被他攻击到 然后就是一些City worker 在市里的这种工作人员 可能一些环卫工人啊之类啊 一些工作人员也被他们袭击到 Step Step 不光是个袭击是什么袭击被他们用刀给搓了 Step 他就说这个警察 警察因为他 发的这个工资不够 所以呢 也没有一定的人员 到这个地区来管理 在Ari County里面这个Santa Monica呢 是 多少人 刚刚他说的 89,000 大概就9万人吧 还是比较小的 小城市啊 就海滨的小镇 Santa Monica呢 因为我自己去过 在我印象当中呢 就非常 非常漂亮 非常好 他有一个peer 就是海滨的一个娱乐城 一个呢 就是流浪者 一个就是毒品 一个就是他们精神问题 所以这两个再搭在一起 又是西族 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 那么更加 就更加严重 旧金山啊 San Francisco 就是 按照面积来看的话 每个面积里面有的这个流浪者的这个密度啊 肯定要要比Santa Monica要高 你看天哪 就办公大楼啊 你看这办公大楼门口就这样躺着 你看看 你看看这里 哎呀 真的是 他在说的就是有一个女士 就去停车库的时候 都在跟他发信息 说你在我后面嘛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过去啊 可能是他一个朋友认识的一个同事之类的 就作为一个女人在那边 一个女性 你走到这个车库 有些地下车库啊 反正你真的不确定 会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会出现 所以你就需要身边有个男的陪着 你知道心理感觉上会好一点吧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因为就据他说 就是在停车场里有很多的这种流浪者 因为他们到那边去充电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免费的电插头嘛 就是手机充电之类的 说车库去车库的那个小道上面啊 那个过道上面都有这种流浪者在那边 在给自己打这个海洛因 Crystal meth 这种mess的这种冰毒啊 冰毒就在那边弄 你说 作为任何人啊 无论是个女的 即使是个男的 可能心里也是心有余悸 你更不要说带孩子的这种啊 家庭类的 这才是说 刚刚说你说的一段呢 就是说government distribution 他就发送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我没有翻译错的话 就是我据我就理解 就是他们政府给他们这些流浪者 发送针头 就打针 这个针头给他们 因为就怕他们用了之后再用 就是导致这种各种的传染病而生 所以给他们发送这个针头 就是给他们给自己打 打东西 打冰毒啊 打这个各种毒品啊 发送 一清早八点钟 工作清洁工 到公园里面去收 到处都是这种 一堆一堆的 pile up 一堆一堆的这个针头 打过的 用过的这种 毒品之后的这种针头 公园是属于民众的 而现在这个公园就被这些流浪汉 吸毒者 精神病人 全部给霸占了 百分之七十亿的居民 是住在公寓里面的 大多数的人 也还是有孩子的 你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公园 这些公共场合 住在公寓的人 家里地方小 你肯定要到外面去溜嘛 溜溜 哎 你先这样的话 到哪里去走路啊 连公园都被他们给霸占了 天哪 他这个说就是说 95%的这些流浪汉 不是加州人 是外州的 就等于是外州知道在加州有这样的福利 我到处睡 到处睡 去店里面抢 后面他会说 我这里还没提到 还可以发放针头 有这么好的福利 那我干嘛不来 就等于是加州的 大多数的居民 现在有很多居民啊 移到外州去 那么流浪汉 从95%的流浪汉 是外州移到了加州 你看这个福利多好 他就是说 靠近海滨公园那边 公园被流浪汉给霸占了 就等于是他们抢夺了居民的公园 那么还有呢 就是那些海滨大道上的那些 他是所谓的居民的一个客厅 因为大家地方小嘛 住公寓 加州你说这房租都贵啊 就不大 客厅也被霸占 后花园也被霸占 主持人问他 那流浪汉是什么时候 是白天还是晚上 他就大多数就是白天嘛 因为晚上大家都要睡觉 白天你说 加州的阳光下面 在这公园里面 尤其是在儿童乐园 所有的这个长椅上面 都在吸毒 就聚会聚众在那边 然后警察呢也不管 你说这个 谁还敢带孩子 到这个儿童乐园里边去玩呢 你说这小孩子看到 这干嘛的 就是不光就坐在那边 就是精神病了 一边吸毒 一边这个状态上面 你看这种就手无主导的在那边 七早八歪的样子 他说我现在任何时候去 那边的任何一个公园 我都可以给你看 那边就是有很多的流浪者 在那边 还有很多是在弄这个毒品的 他说那天晚上 他要正要到那边去啊 跟什么人见面的 就是一看到一个男的在自卫 还有一个人 就是那个可能阳巅峰啊 天哪 然后他走到这个拐角的地方 看到有人在毒品交易 同时呢 有很多的饭店都开不下去了 就所有的这个游客啊 一些消费者都看着 就发生这种状况 也不能 也措手不及 不知道怎么去弄 然后这种东西就是恶性循环啊 他这里就说 商店都开不下去了 那么这个税呢 营业税消费税呢 一切都降低了 你税一低 你还有什么这个经费 再去雇佣这些警察 雇佣这些市政人员来协助 这都是循循相扣啊 恶性循环的事 就是说对市民的影响啊 robbery 抢劫 抢劫案也上来了 就各种的各种案件 各种各种案件 他刚刚提到的 都有上升 他刚刚就说到 因为加州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啊 也是最近刚出来的 是去年 前年我就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 就是说你偷到 偷到呢 就是他看金额嘛 多少金额算定于犯罪啊 要惩罚要拘留啊 他就说好像是950啊 950多 就这样一个数字不超过1000 就950美金以下都 他都 他都不拘留你 都不拘留你 也没什么罚款之类啊 就知道就这样 所以呢 就每天有这样的案件在发生 那么当然店家会去报警嘛 然后报了警之后呢 他也不放到记录里面 他可能就记一下 但是真的也没放到什么 电脑里面去啊 没有record这个意思 他刚刚就说 这个零售啊 因为他是那个经理人嘛 在那边管店的 零售啊 这个这个业主 就跟他说 他这里面发生的就是走进去 走进去拿了就走了 就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大半夜来抢 抢杂啊 烧这类的 就大白天就这样 那么他说是不是一周一次 这个频率多少 然后是一小时一次啊 一小时一次 然后他就问这个店家业主 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 他说我就let it happen 就让他这么发生吧 然后警察也不能立即来 反正就这么走了 所以这个呢 在那个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市区也有啊 我视频里面也看到 也就这样 真的是非常的频繁发生 导致他们这个CVS啊 这种药店呢 因为美国的药店 你们知道里面就不光是买药 他就是里面就杂七杂八的 连洗发水啊 化妆品这种 小孩子用的这种 什么生日卡片之类的 都有的 都有卖 那么他们进去这么一弄呢 就是在那个扯出去说一下 在旧金山那边 他们很多的药店 就是锁起来了 你要买东西 先要叮咚叮咚敲门 然后付了钱 然后他从窗口里面给你 等于是这种半夜 的这么操作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啊 真的是 我今天就基本上就看到这吧 大家反正有兴趣 我把这个链接可以放在我视频下边啊 大家可以去看完整版的 基本上后面呢 他们也谈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 真的真的就是觉得 我想说的就是真 我想说的就是真的就觉得 哎 怎么怎么这个我们 我心中的那个 Santa Monica变成这样子 就看了之后很 很心酸 很心酸啊 然后我们下面呢 我也来调一些 调一些这个啊 然后我昨天我也给他回复了 你看上面第一个就追风写的 I said Those homeless drugheads are as worse as COVID 我觉得好像有拼错了 SE啊 as COVID 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这种 又是流浪汉 又是这种吸毒者的这些 就是比 比我们的COVID 更可怕啊 更 更恶劣 然后他们的 They are spreading in CA 他们就到处泛滥 到处传播 就不光是从一个康体 现在到Santa Monica 它都是有传染性的 就差不多的 I feel bad after seeing it 就我觉得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我真的感觉很不爽 很不舒服 I hope it would change soon so I can take my kids here 我希望他能够尽快 做出一定的改变 改善 然后呢 我能够带我的孩子 到那边去 这样一来你说 我们都不敢带孩子过去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他们下面的一些评论 调一些说一下 Hard to feel bad for people who live in Santa Monica They continued to vote for those people and the policies 他说 我真的很难敢 为Santa Monica的居民 感到不好 就是很难去同情他们 就这个意思 然后因为 因为他们继续去投票 支持这些人 和这些政策政治上面东西 My wife and I grow up in Santa Monica and it's tragedy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great city 我的老婆呢 跟我都是生长在 Santa Monica的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啊 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感到也是非常的像悲剧一样 I also know John and what he says is absolutely fragile 我也认识刚刚被采访的 那个男士叫John 他说的呢 就是真的 The only people crazier than the ones on the streets are the voters and who they have elected over the past 40 years 比这个街上更crazy 更疯狂的那些人 是那些已经在那边 投票了近40年的那群人 是啊 你们既然支持嘛 支持就是可怜人 有可悲处啊 他们就觉得 也没什么好同情 啊